是要有充分的准备 就是说不管资产球的阶级 可能出现的问题和产业 你一定要全面很轻松 但是他不知道前面的工作是 推动这个北京市蜜蜂球运动发展 蜜蜂球运动起到了很好的推动 很短 然后白转 对白 没法攻 因为他刚才太短的上不了手 漂亮 其实细腻更多的指的是 这个台前的这种短的 对 好的 就是人完全的进入进去 投入进去 人球合一了 短的 高调胡圈 这个王浩 第一局王浩先生 现在是第二局的比赛 那个风际系练的时候 表现的并不是太好了 好多人为了担心 说这回王浩可能够呛了 那我觉得变证了看 就是说 往往他去 回到另外一会儿 拿的几率非常低 这是个基本的 下午时它这个握拍数动作变化大一些 对 它一定要变的 这样是三号 也就是这个星期六 平朝联赛的前面打像这样的赛场 又有一些新的 比如像河北的大洲 还有一些新的整个推广 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拿就 很正常了 我期待的很多 运动员能够涌现出 就是平方球运动能够更普及 更广泛 而且我们还应该呢 占据优势 占上了刘诗文获得冠军 双刃剑 搞不好 把它扬起来以后 真的把我们压下去了 有这可能吧 漂亮 而且它不是说呢 像我们说 从前我的建议啊 有一个世界技术创新奖 从设一个国际军 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漂亮 反拉 所以这个中国队的这个 在中国要想成为这个乒乓足够 包括对市场 包括对运动员的锻炼价值 有一些技战术方面的细节的变化 还能提示这个 这个短球大家注意看 没错 你看这个球没接好 他们打球落点 大家注意去看 技巧性很强 好的 好的 小三角 漂亮 还有 反拉 漂亮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看王浩刚才第一个假动作 他这整个晃了一下子 这个动作 如果能够把乒乓球的旋转 搞清楚了 但这个中间 我们还会有一些比赛 动路 反手 漂亮 永远这个球不落地 不能觉得这把球打完就没了 漂亮 再来 如果是发下线球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要有两个 四板 漂亮 六板 发短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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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